狮子也是大暖男 百兽之王熊狮 在母狮子面前居然这么体贴 再被母狮子咬时也不反抗 这是为什么 难道真的是因为打是亲骂是爱吗 母狮追着熊狮打完全是事出有因 这样的情况在自然界毛壳中都很常见 因为熊狮的交配方式 让母狮又爱又恨 熊狮的作案工具上布满了道刺 是80到100分左右的角质化硬刺 这些道刺给母狮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它们的长度大约在一厘米左右 密密麻麻的遍布在熊狮的生殖器上 相似的道刺在狮子的舌头上也有 这些道刺就像一把剃骨刀 帮助狮子进食更快更干净 而生殖器上的这些道刺 作用不只是让母狮痛苦 它们还有其他大用处 在交配时 因为不知道母狮之前是否交配过 所以这些道刺 可以将母狮之前留在体内的小蝌蚪带出来 确保对方怀上的是自己的孩子 还能刺激母狮排卵 因为道刺带来的痛苦 能迫使母狮自觉的分泌出一种物质 可以让卵子加快成熟和排除 因为每一次交配对母狮来说 都是一种煎熬 所以有的母狮会承受不住的扭动身体 想要摆脱熊狮快速结束 这时熊狮会咬住母狮的后颈 保持母狮的姿势 但也不会真的伤到母狮 只是有时候力道控制不好 可能会咬疼母狮 本来就烦的母狮 这时候会忍不了给一个大逼动 毕竟是自己理亏 所以熊狮不会反抗 只能这么瘦着 像个瘦气的小媳妇 而咬脖子的力度适中的话 还能向母狮传达爱意 不过有的狡猾狮子 会在母狮发火之前 带着自己的作案工具赶紧开溜 以免战火波及到自己 当母狮放平心态 不生气了再出现 狮子并不是一夫一妻之 在与这种母狮交配后 熊狮会迅速找寻下一个目标 就为了草原上能多几只自己的仔 毕竟年轻时不多床床 等老了可就晚了 威猛的熊狮 交配起的王者 明天超多次数让母狮心服口服 那么他们是怎么保证 自己的孩子不是尽情繁殖出来的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看纪录片或者动物世界的时候 总是能看到母狮是群居生活 而熊狮大多是形单影子的孤独形象 这是因为熊狮在成年后会被赶出家族 因为家族里的母狮是不与狮子交配的 所以熊狮在成年后就会去其他市群 挑战狮王如果成功了 那么老狮王的妻子就会归新狮王所有 而新狮王会咬死母狮的所有幼崽 这是为了让母狮专心生下和抚养自己的孩子 才这么做的 如果挑战失败的话 只能挥对落地走开 做好打一辈子老冠冠的打算 那么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 如果狮王一直没更换 那他会不会跟自己的女儿交配 其实这个实在是多虑了 在草原中 王者也是个青春犯 很少有狮王能缠联好几届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狮子也会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而且母狮子的性成熟和发情期也很晚 母狮子在性成熟后 两年才会发一次情 一般狮群里会有三到四只熊狮 母狮有十到二十只 所以一般都是母狮出去狩猎 母狮也很少让熊狮帮忙 但是在捕猎完之后 母狮居然会请熊狮吃最有营养的部位 这熊狮不是世界小白脸吗 对此熊狮也是表示 这软饭还真不好吃 因为母狮将熊狮好好供养在家里 就是为了让它们提供优质精子 并且要好好保持体力 因为熊狮的黄金年龄在五到十岁 过了这段时间 就会被其他年轻狮子替代 就算没被替代 精子质量也会比之前还差 到时候自己可能一个仔都留不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 熊狮每天能交配50次 它们是永动鸡吗 自然界体力最好的动物 狮子不说排在第一 肯定也是前三 毕竟在发情期 熊狮交配次数能达到80次到100次 一周能达到550到700次 这样没点体力还真坚持不下来 每天一睁眼就是交配 除了吃饭睡觉 都把时间用在这上面了 但是为什么熊狮这么努力 草原上的狮子数量还是这么少 因为狮子一年内要交配3000次左右 才能成功受孕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熊狮不行 专家也这么怀疑过 没想到结果还真是 只跟狮子的威母形象有点大反差 非洲的专家对狮子的性生活 进行了深入观察 发现着熊狮虽然交配次数高达几百次一周 但每次持续的时间却非常短 只有5到10秒 就算是天才 把努力用错了地方也无济于事 不过时间长短并不能代表蝌蚪的质量 于是研究人员又专门对狮子的小蝌蚪做了研究 在多次分析后发现 狮子有一大半的小蝌蚪都是畸形的 五发与母狮的卵细胞结合受精 说白了就是熊狮的小蝌蚪质量太差 所以次数多也改变不了太多 但是在草原上危机四伏 狮子就算想提高质量延长时间 现实情况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虽然狮子称之为百兽之王 可是在草原上并不是无敌的 双幼不慎可能就会丢掉性命 猎狗 河马 甚至公牛都会让狮子陷入危险之中 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才将交配时间变得这么短的 如果交配的时间变长了 体力都消耗完了 到时候一只猎狗都能将狮子咬死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 他们还是懂的 所以只能增加次数 只是苦度让母狮吃了 毕竟熊狮的爱不是谁都能吃自消的 但是野外的狮子交配次数这么多 怎么能保证自己不是尽情繁殖呢 我们接着看